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9月9日 今天是星期五 這一節是壞消息 也是哀悼的時間 所以我們本台也把本台的Logo 轉了黑白色 希望對英女王 伊麗莎法二世 最後的一個尊敬 消息也相當之震撼 雖然大家都知道英女王的身體有毛病 也 很多年之前就已經預備定英女王一旦 真的過世的時候 然後就有一大堆 事項需要處理 結果還是 相當之突然的消息 因為 早兩天英國 新任首相 這個List Trust 剛剛 才上任 早兩天 還看到英女王 所以整件事還是相當之特別 我們這一節將會跟大家繼續 回顧一下伊麗莎法二世英女王 的一生 亦都會 再分析 引起英女王 在英國民眾 心中的地位 還有 就是政治上的啓示 我們在講久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按LIKE 用社交媒體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經濟能力許可的聽眾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我們邀請所有聽眾 繼續打開節目清單 運用免費模式 支持我們 記得打開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屋大法 英女王就是健康惡化 到最後離世的時候 身處在蘇格蘭 英女王 依利三百二世 離世的時候 享年96歲 應該今天 英國時間 因為我們還是9月8日的時候的晚上 即是英國時間 那麼 英國時間9月8日的時候 其實下午中午那段時間 一度有英女王逝世的消息流出 後來 有媒體出來辟謠 說這件事是womers 說 英女王就是 健康出現了問題 結果 到了晚上6點英國時間左右 正式把這個消息公告了 相信當時就已經知道 英女王 依利三百二世 就快不行了 可能在下午2點的時間 英國時間 已經知道 就是他離開了 不過消息 一直都還沒有公告 到底英女王 和大家有甚麼關係呢 應該 絕大多數的香港人 都會覺得 英女王 會是你的元首 最根本原因當然在於在1997年 所謂就是 將香港 歸還給這個中國共產黨 變成今天的港共政府之前 香港一直 都是英國的殖民地 我們先不討論 香港那個特殊的政治地位 先說回 英國和殖民地之間的關係 所有的英國殖民地 基本上連同英國本身 都會 視英女王就是國家最高的元首 英女王不單止 政治上的元首 對於 英國來講 以及 所有跟英國相關的 這些 英聯邦國家 又或者是英國殖民地 不單止英女王 是國家元首 而且英女王 是國家本身 這跟共和的國家 不相同 對於共和國家來說 國家本身很可能是 他的議會 但是 對於 君主立憲制的國家 例如英國 對於共和國來說 他雖然 他的主權在這個 就是下議院那裏 但是 象徵性 的元首 其實依然 是英女王本身 英女王的身份可以說得上是相當之特殊的 尤其是 我們這些 讀過英國法律的人 其實會更加 能夠體會到 就是英國的普通法 對於 英女王的地位 其實 是有另一重的意義 只要讀過 英國法律的人都會知道 在眾多這個法律關係裏面 其中一個 最特別的 entity entity 你可以解說是個體 又或者是機構 你可以理解成為英女王是一個特殊的存在 因為英女王本身 就是主權本身 就是sovereignty 你會發現 英女王作為女王的身份 在法律上 他是有這個 絕對的存在 我們很久之前跟大家討論所謂國際法和主權問題 大家應該記得就是關於主權的描述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甚麼是對外排他 我們很久之前也跟大家說過很多不同的地方 對內最高 很多時候很難形容 英女王正好就是最容易描述 甚麼是對內最高 因為 對於國家內部來說 在英國裏面 英女王的法律地位 其實是至高無上 因為他就是主權本身 所以其實英女王 就算你是在英國的法治世界裏面 英女王 是不會被控告的 換句話說他有絕對的豁免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經常會看到 The Queen 其實你是控告不了 只有The Queen可以控告你 為甚麼The Queen會控告你呢 因為他就是在代表英國政府 當然 檢控的時候大家就知道了 就算香港現在也是這樣 檢控的時候 是刑事法 刑事法 就是國家 政府控告你 所以 例如香港案件 HKSAR 特別行政區 控訴你 以往所有英國的刑事案件 全部 開頭 都是The Queen 所以你就可以體會到到底 甚麼是最高主權 其實 所以大家可以體會到英女王對於英國 以至整個英聯邦世界 英聯邦世界很大 你會發現 英女王在整個英聯邦世界和英國 擁有絕對超然的地位 所以英女王 伊麗莎法二世絕對不是純粹是一個 元首那麼簡單 對於整個英聯邦世界來說 他是絕對的存在 英國的政府部門也是一樣 絕大多數的政府部門前面也有兩個字 叫做H.M H.M就是Her Majesty 就是女王陛下 英國的軍艦也是一樣 英國的所有軍艦 全部都是H.M.S 就是Her Majesty 女王陛下的船 所以換句話說 英女王本身 的象徵意義 是非常非常之大 他本身就等於英國 跟英聯邦世界裏面的主權 本身 剛才說了那麼久 都好像是跟行政 又或者是跟法律有關 但是正正就是因為 英女王每一樣東西 都跟整個英聯邦世界 跟法律相關 這個 正正就是使得英女王 徹底藉入我們每一個 這個人的心裏面 說回香港 香港對於絕大多數香港人對於 港英年代的回憶 一定也會想起英女王 英女王就是1952年繼承他爸爸 喬治六世成為英國的君主 然後 所有 跟英國相關的事項 香港曾經是殖民地 所以香港 很多東西都有英女王的名字 就會出現 不過是中文翻譯錯誤 這個 The Queen's Way 其實是女王 大道才對 由於當年的翻譯錯誤就變成了皇后大道 英文The Queen可以解女王 可以解皇后 但是中文翻譯錯誤是不行的 皇后就是皇后 皇后和女王是兩個不同的terms 不可以混合使用 在整個 香港人的 記憶之中 的港英年代 我們一直以來 香港港英 我們的最高元首都是英女王 所以 英女王也都在我們那個 香港本土文化裏面 例如香港的電影 又或者其他 不同的文化裏面 亦都會看到英女王的身影 例如在很多 不同的電影裏面 會忽然之間 可能會看到有英女王出現 所以對於所謂回歸之後 回歸到了中共手上 很多人 絕對會覺得港英的年代會更加好 你說向英女王效忠宣誓 總比你對著袋子經宣誓 尤其是今天 的袋子經 那個感覺 絕對 令你覺得自己充滿了奶共的感覺 我們也要評論一下英女王本人 英女王本人伊麗莎白二世 在英國皇室裏面 可以算得上 是非常受民眾歡迎 大家都知道英國本身有大量的八卦雜誌 八卦新聞 經常去爆皇室的醜聞 英國人一方面 很尊重皇室 很尊重英女王 另一方面他們對於 皇室的醜聞也非常有興趣 但是唯獨是 對英女王本人 那個批評 攻擊 是非常之少的 你可以看到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本身 受到群眾愛戴 以我們所知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本身 也做事相當之嚴謹 他清楚 知道自己的身份 的重要性 所以 在處理很多皇室問題 的時候 他就需要 衡量自己個人的問題 例如個人和家人之間的關係 需要去衡量 又需要考慮到自己 是主權本身 是皇室的領袖 所以往往要下很多決定的時候 例如這個 和這個 哈里王子 還有他的太太 之間那些紛爭的問題的時候 一方面 他是哈里王子的grandmother 但是另一方面 他要考慮到 英國皇室 對於 就是 違反了規則的人的處理 換句話說 既要處理家人關係 又要處理公共的事務 你要在兩者之間 做到非常負責任 其實是非常非常困難 英女王也跟 普通 我們現在就算是 看到從政的人也不相同 從政的人 你說你有醜聞爆發 那麼你最多 可能就是辭職 不做 知如此類 但是對於英女王來說 皇室成員來說 由於他們 是天生和政治 是無法切割 基本上 他們不是說我step down 我說辭職就可以離開 這個我們在很久之前 評論哈里王子 以及太太梅根的時候 也有說到 到底你們作為皇室成員 有沒有對自己的身份負責任呢 當然我們認為他們根本沒有 這個就是 經常會說 你有權利 就有義務 即是你有一個duty 你的duty 既然你的權力那麼大 你的duty當然是更加高的啦 但是 哈里王子 以及他太太 有沒有盡到皇室 給他的 責任 即是那個duty他們有沒有fulfill到呢 很明顯就是沒有 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綜合所有的 資料 和評價 你也會發現他是一位 非常之稱職 的英國君主 好 我們這一節 跟大家說到這裏 我們也借這個機會一起默哀